专案小组在现场清点查后的线钞 新事局在网络巡查发现 有博弈组头针对2024总统大选开设选举赌盘 因此与台中市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进行扫大 在台中市北屯南屯等地 逮捕张姓祖贤及简姓徐姓朱姓组头与市民赌客 并查后近900万元的赌资 总统大选签单、手机、笔记等证物 在112年12月5日至8日间 在台中市北屯区南屯区进行扫荡 查货祖贤、张姓祖贤等人涉嫌经营选举赌盘 并溯源追查上游、简姓、徐姓、朱姓、张姓等 市民组头及相关下注赌客 全案查货新来币869万4千元 总统大选签单7张、手机、笔记型、电脑等张证物 特别是张姓祖贤经营的赌盘还将三组总统候选人 以夏天、斗员及医生作为代号 以两两PK的PK版或是得票数差距的浪分盘等多重方式 提供赌客下注 下注方式可以以电话超路在水单 也可以在不特定的通讯群组以对话记录作为凭证下注 以总统候选人、参选人彼此间得票数 输赢俗称PK版及得票数的差距 俗称让票盘作为赌博标定 接受不特定人进行下注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总统及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及刑罚赌博罪移送台中地检署偵办 其中张姓祖贤向法院申请击押获准 刑事局方面强调 将持续扫荡选举赌盘及查会、自曝等工作 不让选举赌盘扰乱大选秩序及公平性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